晚上十点 我在喜洋洋饭店 七一六房间等你 不见不散 这怎么那么恶心呢 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 我跟你说 那个杨桃 你现在这么回给她 你说 好的 你等我 我可不去啊 你就听我吧 肯定不让你去 咱不光把钱要回来 还得把她棋封了 发吧 她好像有招呼就发了 发吧 我也不知道给你 我找她老婆电话了 快快 你说我去 你这样你看着我 我的脸就像红苹果了 叮咚叮咚 漂亮的女生 你这样你看着我 看着你见着红苹果 我是女生 漂亮的女生 你不爱 宝贝 怕谁听见啊 谁听见你也是我的宝贝 是 再说我们家母老虎不在这儿 要不然打死我也不敢见我 我明天下午三点的飞机 应该是五点多就到了 不不不 我得先跟客户吃个饭 正事要紧 应该是十点钟就完事了 我保证 对 你就到那个大堂等我 就行了 对 还是那个就定 当然 乖 你说他到时候 不会报复咱们吧 他哪有那胆子呀 一般做贼的心都许 明天也就是个奇迹败坏 完了还得把账给咱接喽 喂 来了 来了 好的 好 发短信 宋哥哥 你准备好了吗 这也太有恶心了吧 就还恶心呢 更恶心的我还没说呢 就他了 发吧 一块三点 哇 漂亮 怎么âr 我马上上了 准备给我开门 好 可是个人 小淘气 宝贝 宝贝 这家里热水气好像坏了 我帮你洗洗啊 不用 麻烦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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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 停 停 你还一点不忘了你 这都是一百年 也有点有 我给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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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 你真是什么 我看着吃吃吃饭 多少次了 对对对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敢来一趟 是不是 我给你做了 你做了 你真的做了 我干不得了 我干不得了 进来 孙总 您 您 您这怎么了 我 我 昨天晚上碰上一个流氓 骚扰女青年 我见义勇回来着 您这么英勇呢 没 没想到 是个有血性的男人都会冲上去的 我 我就是没想到 我居然还有年轻时候的冲动 你找我有事啊 我 我来就是想问您一下 那个 杨桃那劳务 咱们是不是还不给他接 绝对不能给他接 我 我 你来得正好 我告诉你 你通知那个叫杨桃的 好 咱不用他了 让他赶紧走 不是 您不是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的吗 我那是看走眼了 我告诉你 小秋 你也看走眼了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太带毒了 你知道吗 他为了跟我们搞好这个长期合作 想把自己的工资多涨一点 他居然能骗我说 他在饭店开好了房间等我去 你说这是个什么女人 笑话 我只听说过男老板 潜规则女职员的 我第一次碰上这种女职员 想潜规则男老板的 我是什么人 我能上当吗 我告诉你 要是年轻二十岁 我有可能我就动心了我 你说这种女人多吓人 留在我们宫 这不果然是吧 你的账结了没有 结了 结了我们那部开个会 是 那个孙总 我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就是我感谢您呢 给我这么好的一次体验 我觉得我这次玩得特别好 特别刺激 我以前就从来没这么玩过 这太过瘾了 是吗 高兴就好 以后啊咱们建立一个 长期合作关系 好的 你的片头都看拍得不错 谢谢 谢谢 那那那你先 我们聊会儿听 那个孙总 就是那个上一次您约谈 那个杨涛啊 结果他带着那无线麦克 当年的那个办公室 我朝底下一开机 我这无意当中我就给这 录下来了 就在这盘里头 您就是说您要打造影视帝国 给杨涛年薪五十万 说一年之后再给他配房 配车 然后要保持你们两人隐秘的地下情 不能破坏您和谐家庭 就是反正 老哥 不是 孙总您别抢 我就是专门来给您送这光盘的 孙总是 给您的 过来的 好兄弟 以后 以后就是兄弟啊 有事找大哥 一定长期合作啊 长期合作 这 这个 拼手掌 拼手掌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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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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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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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 内容和您的一样 是 是这样啊 孙总 我跟随您身后做这么多年事了 我也不太想伺候您了 所以呢 今天对您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 就是把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的工资 给我借了 行 我答应你 那呢 感谢你 告诉你我真是瞎了眼 我告诉你 里面的内容 也跟那一样 就是孙总 麻烦您把杨桃的那个账 就也给结了 您放心 就这真是最后一张判了 您 您还有吗 没有 我这儿也没有 真没有 这最后是一张 明白了 讹我 怎么能说是讹您呢 危险 够直接 我喜欢 哎呀 行啊 真是后生可危啊 居然威胁到我头上来了 你们瞎了眼了 我告诉你们 真是瞎了眼 你们信不信 威胁我的时候 你们已经闯了大祸了 大祸临头了 谢谢 谢谢 你们等着啊 威胁我没见过 喂 财物 马上把杨桃和姜桃 借一下 马上 给我 找什么急啊 待会财务结完了 我把这留在财务那儿 周密 过家 桃子 一万块钱 谢谢 你卸 你卸我干嘛 你要卸果然 谢谢啊 不客气 孙总一看你那录音 我就是当场 他就傻眼 感谢孙总慷慨解囊 同归男人 我深表同情 万望孙总保重身体 早日修成正宫 你们什么时候录的音呢 录什么音 我从来我也没录过音 那你不怕他给你识破了呀 就昨天晚上让他媳妇挠一满脸花 今天就是鸡公之鸟啊 说什么都得听着 行啊 玩了一辈子行 我今天让你跟家桥给我捉了样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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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了 那个中午请你们俩吃饭 不是 别了 那个杨桃你挣这个钱 确实不容易挣着帮 我请你们俩 好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火锅店 请你出火锅店 你算算了 我这让你们帮这么大的忙 哪能让你花钱呀 你要不嫌继续上我们家吃去 我亲自下出 但你们家不太合适了 要人不合适 做饭怎样好吃 走吧 走走 快点 走 走